真正的红砖到底有多硬 到李达卡的开始后华了 腾出表情包 出手劝砍把砖开 出手劝砍把砖开 大家好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红砖到底有多硬 并且普通人打红砖会出现怎样的效果 现在网上的寸拳断砖满天飞 由于长时间的视觉轰炸 以至于大家都快和楼楼一样了 忘了打真砖是怎样的场景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最近这几年在短视频上看到断砖都是这样的 然后是这样的铁头弓 甚至是二指缠都轻而易举 当然了 它这个是道具砖 舞台表演专用的 有灰色和红色两种 都是用针砖翻模二层 是聚氨值发泡材质 它的大小和针砖一模一样 并且还保留了针砖上的纹理 仿针效果可以说是1比1还原 它的重量非常轻 每一块只有80克左右 相当于一个鸡蛋的重量 脆性非常大 就连儿童都能徒手轻易的将它劈开 并且内外的颜色一致 断开都不会穿帮 如果你想做砸头表演的话 还可以用刀片提前划开两道 这样轻轻的往到门上一拍 既能表演成功 也不会伤到人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老板介绍 哪里用的比较多 估计翻车的那位大佬 是他的大客户 看完了假砖 我们再来看一下针砖 毫无疑问 妙缝用的是针砖 将两块针砖悬空挂起来 使劲的用石头杂都没将其打断 然后又用了半块砖头 击打立着的两块砖 这么大那才砖一块 看到没有 然后魔童现身说法 他手拿一块针砖 把这块针砖立着放 两边不用东西冲着 然后拿了一把钢制的砖刀 这个砖刀的杀伤力是守的很多倍 看看钢刀能不能将针砖给打断 我看看能不能直接把他打断 只见魔童挥舞了两下 找找感觉 第三下 一刀过去将针打飞 然后将针给捡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块针砖居然没断 只是上面打了一个大窝口 然后后面放一个针挡着 魔童一手刀下去 将针砖成两半 但是断的切口不是很平整 没有寸拳大师们打得那么平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用手打立砖 网上有很多寸拳大师 把砖的一半悬空放着 然后用寸拳从上往下将其打断 魔童仍旧是用钻刀 试试看看能不能将它打断 如果钻刀都打不断的话 血肉之血的寸拳肯定也打不断 只见魔童一刀下去 针砖没有断 那么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专业的问题就得请教专业的人 这是某地的一个红砖加工厂 我们来听一下老板给我们讲解专业的知识 这么多专业的词我是听不懂 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有多硬 兄弟们听见了吗 真正的砖拿泥刀砍都得砍出火花来 那么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打针砖又会出现怎样的效果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张美丽调的打两块针砖 一拳下去捅出了表情包 这个傻子居然用针砖 然后是功夫大师小魏 小魏的智商比张美丽高不到哪里去 也是用了针砖 张美丽一拳就完了 这家伙非得打好几拳 好了 也可能是张美丽和小魏和那些大师比 他的功夫不到家 所以大家还相信我们的血肉之躯 能够断好几块钻吗 前提是真钻 道具钻小学生都可以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